大庄家赌场度假村在2002年正式开业 之后没多久就荣获美国汽车协会 Triple A颁发的四传级奖项 并且一约成为加州首间 荣获这项殊荣的印第安赌场 作为美国西岸最大的赌场以及度假胜地 现在投资几百万元进行重新装修工程 届时这个2万5千平方尺的酒店大堂 以及三间餐厅的外观、环境、格调 以及整体的气氛将会是缓然一身 更加新增设了一个美食特区 与其所有工程将会在今年年底完工 大庄家发展集团总裁Patrick Murphy指出 这间赌场酒店已经有超过10年的历史 是时候要对酒店大堂和部分餐厅 进行一次重新的装修 质量一直以来都是大庄家赌场度假村成功的基石 他们致力为每一位客人提供最优质的度假体验 新面貌将会是集经典、雅致、永恒等风格于一身 并且很巧妙地运营了自然元素 传递着自然元素对于Patrick Murphy的重要性 总设计师Anne Freeman认为年底完工的时候 别具一格的2万平方尺豪华大理石地板和服务台 充满着原始气息的活树边缘 新增的活水特色 其中将会包括极具梦幻效果的一脸雨漠 垂落的流水 看上去仿佛就是由一处25尺高的环境当中倾射而下 绝对会令到客人感到惊喜和震撼 新面貌终会令到客人眼前一亮 大庄家赌场度假村提供美西最大规模 以及最专贵赌场度假体验 自从2003年起 就一直被Triple A评为四转级酒店 无论是日间玩乐或是豪华住宿 大庄家赌场度假村 绝对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旅行休闲胜地 装修工程会在12月中逐步完成 密切期待全新面貌 享受无忧自在的新体验 一切尽在大庄家赌场度假村